字幕 स्宗キ 我們這壶我是戰俱 我們今天這節 大家介紹一些臺灣新的故事 我們去年也是我了 fortunately 那去年我們有本台灣人的四季檢戒 大家都有本了,對不對? 有了,大家去年回去後,覺得還有繼續研究 有,真好 對,我們這幾天在講台灣人,台灣人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 他們之前在生前有一些很好的故事 讓我們可以去效法追思 我們這裡有準備一些外面的學者 對一些台灣精神他們的看法 這種看法,我們後面如果有人來生前參觀 或是你要去外面跟人說 你們可以用這些說詞,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這就是台灣人的不同領域佐證 第一個是這個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董事 就是四孔印法師 他說 你說,你禮拜四孔的受難者,他們犧牲該基 成就這個善業,他們是烈殊,他們是英雄 翁生之後,他們會去世天極樂世界,不夠陰間墮落受苦 這是什麼就是跟我們在講的觀念一樣 就是他們死去是變成台灣人,不是變成古墳 那幾個意思 所以我們老闆如果要人介紹可以用這個說詞 他們就是成就善業,犧牲自我 所以他們翁生之後 他們會告西方極樂世界,不夠陰間墮落受苦 好,這是第一個說詞 第二個說詞是 這個前國使館館長張岩憲教授 他對日立伯的看法就是 他要日立伯激發他的自尊 所以他要感謝日立伯 因為其實 我們知道日立伯是在1947年 然後其實1947年台灣有 剛好那一年也出生了很多那種 很優秀的學者 要組成一個好像四七會 大多大多數的人都是在1947年出生的 像說張岩憲教授 還是鄭南龍,他們都是1947年出生 張岩憲教授是怎麼說的 他說日立伯孫子 和台灣人這個 中心思考要自我併入的認性 就是我們要有個認性 和台灣人有想要有一股想要改變自己的律動 因為我們知道 日立伯在台灣歷史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台灣人想要當家做主 這樣 所以 這個張岩憲教授 他說 因為這樣 所以他感激這個日立伯的犧牲 台灣人有一個新的機會 來反省自我 想要當家做主 這樣子 這是 所以他說 激發自尊 愛他要感謝日立伯 這是張岩憲教授 好 這是 前教會部長杜戰勝 因為我們還會說到他 跟我說的主題也有關 他也是一個長期以來被 被抹黑很嚴重的一個人 然後他也說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會 當初 提出的這個 四十二條要求 因為 日立發生後 那個台灣人就組成一個委員會 然後要跟政府談判 他也說 那個委員會 他那時候要求的就是 官員本土化 然後 一些基本的靈館 跟自由 跟青年 今天看到的都是 很平常的東西 沒想到 在那時候 變成一個大逆不道的藉口 就是你看 靈館 自由 民主的就是跟我們現在說的 洋師說的都一樣 還有說 整體來看 我們不能否認 大多數的犧牲者 他們的高貴情操 高貴情操 他們要求一個 連任的政府 然後他們對公平正義有期待 他們對民主自由也有向往 他們對臨館也有堅持 所以 我們洋師進人說 日立發的精神就是 普世嫁達就是自由民主的臨館 對不對 所以說 他們當初 他們的受難者 不管是日立發 是我們靈代的台灣人 他們都是對自由民主有向往 然後對臨館有堅持 所以 我們要對他們最隆重的紀念 就是我們要朝著他們的目標 然後 為 對著他們的方向來努力 這就是我們對這個 日立發 台灣人最隆重的紀念 這樣說到這裡真的太快 謝謝回應 謝謝回應 好 這是一個 日本時代的這個 火星 他只有32歲 到差不多 楊一支有下過野獸品 說台灣革命生 這 如果要看大家可以上大力網站去看 他說就是說 我們這世要求 不是說要像一個未知的來勢去 不是說要去一個虛廟 就是天堂 就是很不切實際的東西 他說我們就是要在現在這個時代 這個土地 建立一個這個 很好的世界 就是很陸式的 不是很虛幻的說我要去一個很虛幻的地方 他說要在現在這個世界建立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世界 他就說 一個民族 設計後 這個信用 聯合主義 就都沒有辦法求求 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一禮拜的信用 這樣大家應該了解 這是 所以這就是 幾個不同領域觀點的佐證 再來麻煩放第二的簡報 謝謝 你好 謝謝 再來四個 我是有還有 ninth 弟弟 來 這裡 我們 有沒有 不少 您 沒有 讓 這裡 我們 好,不好意思,大家擔心擔心了一分鐘的時間 今天介紹今天的政題,我是要跟大家說自由時代的雜誌 我們在外面有49位台灣新的差不多100年的簡介 大家可以看到 那時候這個沙鎮南龍的你不知道是什麼 集穩達?沒有人知道 不是,是贊一下 大家有注意,他贊一下,他沒收到他製粉的事情 那時候我問他,有什麼你沒收到這個沙鎮南龍製粉的事情 他就說,他比較要強調他生前做的事情 這就想到一齣電影說末代武士,不知道有人看過嗎? 末代武士是最好武士戰士後,湯姆克魯斯打武士刀拿去明治天皇 那明治天皇打湯姆克魯斯文說,你跟我講這個武士是怎麼死的嗎? 剛才湯姆克魯斯來講,我只願意告訴你他是怎麼活的 大家聽到這句意思嗎? 就是說,我只願意告訴你他生前做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要追求台灣新的獎金 就是我們要追求他們生前做的事情 那鄭南龍之前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發行這個自由時代的雜誌 那這些雜誌才會發行五年 那這個就是鄭南龍的獎金 以前我們基金會都楊醫師跳幾本,差不多十幾本 我只有拿來 大家常常把鄭南龍跟言論自由連在一起 大家有知道有什麼就是 因為每期雜誌封面大部分都會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 他都是在言論自由 就是不應該被限制 所以每期封面都是這樣 所以大家他的鄭南龍跟言論自由連在一起 尤其是這個,他在嘴巴被關起來 這一個 這是他跟警察在嘴巴的時候 好,這就是鄭南龍的遺產 這也是鄭南龍的性酸就對了 這個 他有就要發行這個自由時代 因為大學沒畢業 他大學沒畢業就是因為 他沒想要修國賦思想 所以沒辦法畢業 他就跟18位朋友就這個畢業證書 跟我就發行這個雜誌 這個雜誌總共換過22個名稱 因為一直給他查證 只要查證他就換另外一張畢業證書 再去申請 總共換過22個名稱 然後發行302期 這個洪框是七天週刊 這個綠框是三天 因為他沒那麼太好 所以這邊的三天就出版了 他的特色就是 他裡面有一部 就是說他每期雜誌 他裡面都會說 你裡面 這些雜誌裡面 刊登所有文章 我鄭南龍自己的付錢而已 都不關別人的事情 像說那時候也沒有人 要申請集會遊行 也沒有人跟他用他的名字去申請 都是鄭南龍說 都用我的名字去申請 是這樣的 所以他跟他真的是很長的 然後 他的文字都很鼓舞人 先說你看 我們一起享受言論自由的成果 一起享受 他還很聰明 他還蠻有經營討論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不敢去外面買雜誌 你的主導真的很有勇氣 那時候都 碰人家不敢說 揭露蔣經國的真面目 然後 國民黨鬥爭 然後 鼓吹言論自由 然後 宣揚台灣獨立 然後喚起228的記憶 這個很重要 其實鄭南龍跟228也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 除了他是1947年出生後 他第一次就是因為被亂判 然後被關進去監獄 在監獄裡面編號就是2280 所以 一出之後 他應該退228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開始推行這個 228和平日的活動 這個228和平日的活動 然後有個短片 就是 有個很有名的短片 我們大家看這個 請你麻煩播那個短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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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 其實他 他留下來的影像不多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喔沒關係 那就算了 那個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那個影片就是說 一時一直進化 國中演講 那他就說 我是電南東 我注定有台灣導演 沒關係 那那個影片才不用了 沒關係 直接進入簡報就可以了 那可能是MP4檔,他不支援吧 我叫做第六名,我指定台灣獨立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看好了 我叫做第六名,我指定台灣獨立 這個影片雖然只有短短幾秒鐘 可是在網路上那個宣傳效果還蠻不錯的 因為當時我有發行一個活動,我叫第六名,我指定台灣獨立 在鋪爛或是什麼,然後把你的名字改成王曉明,我叫做王曉明,我指定台灣獨立 那時候還蠻多人推廣,台北TIMES報傳也有報到 然後他1988年就開始這個新國家運動 再來這就是我們知道他製粉之後 然後他們的基金會就把他製粉的現場保留下來,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遺產 然後他們的基金會現在把這些 雜誌已經開始數位化,就是把每一頁都變成那個電子檔 這樣子 這樣以後大家就可以看那個 他之前,有一些文章現在在他們的網站也看 他的東西寫的,真的是很爛的 然後這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要用這個競爛競爛競爛的心情 校長他們部隊給大家建國的精神 才可以讓我們怕孫生生不生 然後,不要說這樣就完了 最後再一分鐘給大家講一下一件事情 那第三個簡報,那個是抹黑的那一個 抹黑 抹黑 好,那最後就是說,因為其實 這個政管,國民黨政管,我以前到現在都用媒體來抹黑 我們在這裡就是要堅持我們的信用,才不會被這些媒體所影響 像說,我們之前鄭南龍一自焚,媒體怎麼下來了 警方居體,自由時代丟出汽油彈,這真的 鄭南龍明明就是他自己引火自焚嘛 媒體故意來講,是丟出汽油彈 火火被燒死 再來就是說,什麼 檢查就說合法居體 是不是今天我們經常說,我們一切行為都是合法的 合法居體,什麼 他說什麼,鄭南龍,因為要抓鄭南龍 17個遠景受傷,那是不是很可能呢 再來是說,鄭南龍什麼事實不出庭啊 他說他一個哲學系的怪人啊 然後有什麼很多罪名啊,然後這裡就是 鄭南龍涉及一些什麼案件 我們現在看什麼,就很像的 像那個 阿扁是誰 他說他涉及什麼案件,都寫在這裡 所以他們手法都是很像的 就是說 警方說我們根本衝不進去啊 然後一個警察帶頭攻堅 臉部灼傷無怨 就像很危險的就對了 要抓鄭南龍很危險 然後說什麼 還有什麼死的不是鄭南龍啊 鄭南龍要同歸於盡感無,也沒有嘛 下的同事奪門而逃,這感無,這都沒有嘛 總之是媒體抹黑 然後他說鄭南龍是一個身兼兵啊,他曾經去看那個精神科啊 然後這也是,你看 吻合鄭南龍看過精神科 他就是要負責說他不是為了言論自由 他是鄭南龍基本就是一個小的 然後你看 他都是一個身兼兵,然後 什麼害人又害己啊,那麼行為怪異啊 然後說那黃信介不以為然,這也是扭曲的報導 後來黃信介他有澄清 然後說那陣容官司很多啊 什麼 這些流流的貨啊 然後就是 證詞有利警方 我們聽聽有幾句話說什麼 證詞有利警察官是怎樣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什麼警察又要怎樣啊,民主不要流血死亡 這種是用 還有什麼不治之舉啊,這都是 媒體抹黑 到這個 最後這個有一天他出兵的時候有人 就是打他的女子破了流酸 可是沒有破到很多啊,還好而已 對啊,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很誇張 他說侯友宜啊,去台地啊 喔好累 整個都在講說鄭南龍是在笑的 警方犧牲了很多,怎樣怎樣怎樣 那邊一走了之啊,怎樣怎樣 然後這裡不是製造劣勢的地方啊 啊這個雖然說佛教界還捐贈20萬給那個警察 然後鄭南龍是反大家談 那過來 所以 所以就是大家說 我們就是在這裡要有比較堅定的信用 我們才不會被這些媒體 媒體這樣 扭曲還是怎樣 我們還是要看人像 我們就上大閉網站 我們就會盡量把真實的事情呈現給大家 盡量不要去相信媒體講的事 就是我們信用、堅定 我們就比較不會被媒體扭曲 疑惑這樣子 我今天先說到這裡 好,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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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